兄弟们 还记得我前两天帮助那个五十八嘎蛋吗 他今天又来找我了 小狼少 我有大事要找你 五十老哥 你不是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吧 不是不是 你帮了我们家族这么大的忙 已经是我一生一世的好兄弟了 所以我打算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 让你当我们五十一家的姑爷 等一下 大哥 你刚才还说我们是一生一世的好兄弟呢 要是你真把女儿许配给我 那我以后叫你啥 我们各论各的 你安我老爸 我安你老弟 你最烦死了你这 不行不行不行 这种事情哪能这么随便啊 老哥你就别乱点羊谱了啊 老弟我这么帅 有数不完的女蛋想给我CBDD呢 还不急还不急 没关系 我女儿已经来了 你们来认识一下吧 确定 确实还不确定 确实心里想没有心里 这就是我的女儿 没没急 要是 好俊俏的花姑娘哦 在小小的花园里 哇呀哇呀哇 种小小的巴 打开小小的樱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 哇呀哇呀哇 你们慢慢聊吧 我先走了 啊 走了啊 浪哥 我辛辛苦苦大热片的战港 你居然在这里 说他是谁 别别别 误会 误会啊 我俩还不认识呢 不认识还一起跳舞是吧 你不要再怪小浪桑了 怪我就好了 因为小浪桑太帅了 没忍住 我才跟他跳舞的 你看人家 多懂事儿 你还夸上他了是吧 哎呀 你别骂小浪桑了 你这人好凶 像个暴龙 小浪桑 喜欢我这样温柔的 不信你问屏幕前的小伙伴 支持浪哥喜欢我的扣一 支持秀儿的扣二 好家伙啊 我算是明白过来了 你是在挑拨我跟浪哥的关系啊 吃我火箭头回 啊 小浪桑 秀儿姐姐真的好可怕 一头给我撞了大命都没了 来世 我再嫁给你吧 不是 我说你俩跟着唱戏呢 好不容易把那个美美子给送走了 但是秀儿那边好像很生气啊 有了 秀妹子啊 浪哥带你去吃顿大餐呢 到了街上 也不用着急去吃饭啊 我们呢 先去做个发型 哎 洗洗头 然后呢 稍微一剪 再吹一下 成了 再给秀儿也整一个 哈哈 两个沙马特造型 是不是视觉充力十足啊 这就叫有饭 来吧 做完头发就到吃饭环节了 今天呢 带秀妹子来吃烤肉来了 先倒点快乐水 放入培根 香菇 牛肉粒 哇 这么多好吃的 肯定够你吃了吧 秀儿 好的 吃饱喝醋之后呢 也该玩一会儿了 我们呢 来到电玩城 门口啊 有个夭夭乐 来 咱们坐一会儿 夭夭乐做过后呢 就该玩别的了 先在门口买点游戏币 然后呢 将游戏币放入娃娃机里 就能够抓娃娃了 我这边抓的全是些元宝 那我这技术 基本上是轻松拿下大元宝啊 哇 秀那边呢 也抓了一个小飞碟 可以可以 他们今天玩的真的是太开心了 好了兄弟们 今天啊 可算是把吃醋的蛋搭子给哄好了 但是 那我这蛋壁 却见底了呀